大家好,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國映人者黏土人日向儲天 非常可愛 盒子的大小是承襲之前的小櫻的大小 小盒子 就不像名人這樣這麼大 整體顏色很明確 小櫻是粉紅色,儲天部分就以紫色的呈現 外觀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側面的部分跟以往一樣 都是用人物實機公宅的造型 去做一個呈現 這個上下也是 那這個是879號 後面看一下 名人跟他合照 三個表情 那就不囉嗦 看內容物 那各位現在可以看到 內容物的部分全部擺在眼睛 先從本體看 非常可愛 看一下 可愛的薯田 你看他這個頭髮 一定可以各位看一下 他有做一個很厲害的光圈反光 就是有一點淡淡的白白的反光 所以是相當穿起來 看看這個臉的部分 這個護兒沒畫腳 金屬反光 還有這個網狀 裡面穿的網狀內衣 相當到位 這個也是上了一點腮紅 那這個白眼的塗裝也是相當不錯 給我看一下 這個拉鍊的部分 也是相當棒的 這個正面 還有這個腳的部分 穿這個涼寫 相當涼 這個腳相當冷 這個後面 這個 還有一個帽子的部分 一定要看一下 帽子的形狀 還是有做出來 這個本體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活動的範圍呢 就跟以往一樣 這個黏土人的範圍 差不多就是這樣 腳的部分是這樣 那腳的下面 它就是沒有關節 它就是這樣 左右白而已 前後左右 那再來看到 是這一個 表情 表情的話 這一個是 白眼 白眼的表情 相當精緻 這個血管的部分 還是做得相當喘直 還有嘴巴 我們看一下 嘴巴的塗裝也相當不錯 這個牙齒 相當兇狠 哄哄變得比較明顯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害羞的樣子 就像納魯頭的時候 就這個表情 這相當厲害 即便是這個變了 這個比例完全變了 還是一樣 維持這個原作的 這個傳承的表情 那接下來就兩個特效 因為它是一個招式 四指頭 是不是相當不錯 有點半透明的查克拉 藍色查克拉 去做一個呈現 待會來跟各位做一個示範 那手的部分呢 這一個就是它 抱在胸口 抱在肚子胸口前 所以還有一個凹痕 那另外兩個呢 就是這個 做這個 八卦掌的這個 戰鬥獅子的這個手 左右手 那腳的部分呢 它只有一隻 一隻可以換動作 這是比較可惜一點 不過一隻也行點蠻夠的 待會可以做一個動作的呈現 還有一個小手掌 小手掌這個是 就是八卦掌的這個手勢 好 旁邊就是台座的部分 那這樣不囉唆 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動作呈現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動作的部分呢 我是拿這個 大絕招的部分 雙絲拳 應該是雙絲拳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我第一個這個動作 組裝完成的是這個 柔布雙絲拳 這個名稱這樣才正確 不是柔絲拳 雙絲拳 那這個就是薯田的這個 八卦柔掌 我把這個查克安寧居手掌 做一個形態變化 變成這個獅子的樣子 攻擊範圍更加大 各位看一下這個 360度 那這個是一定要用這個 台座的 才可以做固定呈現 好 這非常純神 那腳的部分 我已經換上另外一隻腳了 各位可以看到片 就是像這樣這個樣子 那這個 做半透明查克 這個特效真的是蠻厲害的 非常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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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動作 好 那現在各位看到 我現在換上第二個表情 是這個比較害羞的 書田 那加上這個手部的動作 做一個更新 整體成績是像這樣 那這個動作就很適合 把這個明媛擺進來 這樣擺在其中 這個效果就是非常好 大概是營造這種氣氛 所以它這個 goesmail在這個表情的 琢磨上是相當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動作的呈現 好現在這個我又用這個 佐助跟明媛的這個 這個和解之印的手 這個真的萬用 這個拿來當牽手的這個手 是太好用了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明媛跟楚田這個牽手的畫面 就可以完整的呈現出來 相當溫馨喔 然後分散 又在一起分散 這種感覺 搭配這個整個動作 跟這個表情 相當完整 那這個如果把佐助又丟進來的話 就是劇情的走向又是完全不一樣 各位看一下這個佐助的部分 明媛跟楚田正在牽手 那後面這個佐助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當然是開玩笑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各位可以隨意的進行的去把玩 這樣 然後今天阿龍開箱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或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啦